遠景大陣仗破門攻堅 嫌犯眼看無處可逃 乖乖就範 而另一頭警力更是一舉攻破 主嫌的藏匿之處 這名三十一歲的劉姓主嫌 結合電信詐騙 創辦假美女帳號 到各大交友軟體發送搭訊訊息 接著再用甜言命語以男女朋友互稱 來取得被害人信任 最後再誘導被害人到北市調通酒店消費 酒店小姐以業績不足 家人生病 急需用錢等原因哄騙被害人匯款 被害人在去酒店的時候 因為他們被拍了身份證 所以有的人會因為這樣子 就不敢告案 但做壞事人就只包不住火 遠景接獲線報 經過長期跟肩搜證 陸續逮到劉姓主嫌及共犯 一共三十六人 甚至還在現場查獲毒品咖啡包 作案用電腦行動電話等 遠景初步估算 被害人超過四百二十人 詐騙得手金額高達千萬 犯罪保證條例的罪行 以請台灣西北陰地方檢察署侵犯 科技發達網路交友設下的陷阱 層處不窮 民眾務必提高警覺 記者綜合報導 今天晚上睡不好覺呢 跟阿比一樣呢 淺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點點聲音 就讓你睡不好呢 現在阿比要推薦你這個 用喝的就能紓壓的飲品夢夢水 睡前三十分鐘喝一包 就可以讓你輕鬆無負擔 現在趕快上快點購 還有優惠強好康喔